好的我来讲解一下怎么样修改我们制作好的图表之中的一个图表 比如说我们修改这个 我先将它关掉 要确保呢你安装了 一大推特 325 如果你们要安装的话呢 到多圈课堂 在线课堂 常用软件下载 点击这个图片呢 进入我们这个软件 这个网盘在图片编辑里面呢 有看到没有 下载呢 Adobe Illustrator CS5 点击它 点击下载 然后呢解压之后安装 安装的非常简单 安装好之后呢 打开它 或者是呢 你如果安装好之后呢 也可以直接打开你要修改的这个图 比如说呢是Fig1 我们就双击打开这个Fig1 它自动呢会用AI这个软件 ElaSue的这个软件打开 打开之后呢 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呢 爪手工具可以去移动 放大件工具呢 可以去缩放 滑动一个区域呢 可以将这个区域呢 放得更大 双击这个手呢 可以将它缩小 双击这个爪手工具呢 可以将它 画面刚好的完全显示 我们要修改这个CXM 我们的数据都做了修改 我呢这里的数据呢 我最开始做图的时候啊 是使用的GraphPad这个软件 那么呢 我数据做了修改之后 我怎么样去替换 这样的一个图呢 我们这样来做 看好 首先呢 把要替换的这个图 在这个里面 点击这里的导出 导出选择 EMF的格式 要注意 这GraphPad 才导出EMF 如果其他软件都导出PDF 包括Excel 这个呢导出EMF呢 操作很方便 导出了什么地方 这个随意 只是一个临时使用的文件 我们就导出了桌面 OK 导出好之后呢 我点击这个打开 这个文件夹 它就自动呢 到了我们导出了 这个文件夹的位置 就是这个文件 我们呢 将它使用AI打开 怎么去打开它呢 通过AI这个软件 找到桌面 然后我刚才的导出了这里 点击它 将它打开 打开它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看好没有 这个上面呢 我们将它 抗索加C 粘贴到这个里面 要注意的是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图 图表有多宽 怎么看呢 先确保呢 标词是打开的 标词怎么打开呢 在视图标词 确保是显示标词 如果不是的话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它就会变成显示标词 在标词上 点击右键 确保这里是厘米 OK 然后呢 我用抓手工具 看到没有 使用了抓手工具 将它移到合适的位置呢 画一个框 我的目的是要看一下 它到底有多宽 当然你也给通过大致的目测 只要一个大致就可以了 看好 这样子的一个宽度 是多少呢 我怎么知道它的宽度呢 看一下这里的变换上面 点击一下 是4.7厘米 大致就可以了 4.7厘米宽 OK 然后选择工具呢 将这个矩形框删掉 因为刚才矩形框的目 矩形框的目的呢 只是为了让我看一下 它到底多宽 好的 然后呢 我将它复制 这是刚才 从那个软件导书的 我们来抗凸加C 复制 然后呢 抗凸加V 粘贴 要注意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点击别的地方 否则的话 这些图层 粘住一起之后 将无法和后面的背景分开 我们将它移动到空白的部分 使用抓索工具可以移动它 我们将它调整到4.7厘米 看好4.7厘米怎么调呢 这里要注意的是 在调整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一下 它缩小的时候 这些线条 它必须要跟它一起编细 要确保一下 编辑 首选项 你的常规 缩放表面和效果 这个选项呢 是勾着的 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啊 已经确定 然后这个链条呢 必须要点上 因为款和高的比例呢 必须要同时改变 这样呢 我在调整宽度4.7厘米的时候 高度呢 将会一起改变 然后选用移动工具呢 将它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这个图 我们点击它 将它 整个删掉 这个也删掉 这个也删掉 然后呢 将它移动到这里 大致上对齐就可以 我们呢 可以这样来做 将它稍微放大一些 然后呢 最不要选中这边的图了 使用上下的方向键 大致微调一下 差不多对齐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 这个坐标线 然后呢 要做一些调整 要注意按空格进去移动画面 这里有什么问题呢 字体不够统一 我们要统一字体 这个字 怎么去选择呢 这样一选择就所有都选中了 我们呢 使用这里的一个工具 叫编组选择工具 按住鼠标 锁锁布放 会弹出呢 会弹出呢 对这个选项的 否则的话就是这样子啊 点击它 选择编组选择工具 要注意按住鼠标不放 编组选择工具 然后点击它 使用吸管工具呢 吸一下旁边 这个因为它的大小和它的应该是一致的 然后将它们两个对齐 选中这个 确保这个是选中的 使用上下方向键去对齐它们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使用这个编组选择工具呢 把它框选住 不要框住右边的线 这样选中之后呢 用吸管 去吸取这个字的字体 向左移动一点点 OK 要注意的是 我们经常会做适当的调整 比如说这个图啊 看上去比较拥挤 看到没有 我们可以呢 将它选中 向右 移动一点 然后将它呢 向左移 要注意 这样无法左移 要使用编组选的工具 点击一下空白地方 点击它 然后向左移动 然后上面的线条的粗细呢 要和它一样 它是多少呢 是0.2毫米 要注意 如果你的单位不是毫米的话 请确保在编辑首选项里面 单位 将这个描边 改成毫米 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 单位就是毫米了 我们呢 将这里 全部选中 框选住 要注意使用的工具 是这个编组选的工具 然后这里 然后这里输入 0.2毫米 这样的话呢 这两个线条就一样了 这里面呢 这些很奇特的东西 一闪一闪 看到没有 它没有对象 我们可以将它删除 当然你也可以不删除它 我这里将它删除掉 要注意不要框到这些 有东西的地方 Delete 删除 OK 这里的字体需要统一 将它们选中 然后使用吸管工具 吸一下 我们曾经有的 这个格式 它就自动呢 调用这个格式 然后呢 向下呢 去移动一下 移动一点 将它们去对齐 然后呢 点击这个工具 点击空白的地方 接下来 这个地方要写字 CST 我们可以重新写字 或者是使用这个复制过来 如果重新写字的话呢 这样去写 CXM 点击 这个T就是写字 然后在画面任何地方 点击 使用大写 CXM 要对字体呢 使用我们统一的字体 我在这里呢 使用了这个 Ball的字体 然后呢 将它移动到我们指定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 就修改完成了 如果你的上面有这样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呢 在你的图表之中绘制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在图表 这个图表之中绘制的话呢 你也可以呢 像我这样来绘制 看好 使用这个矩形框 点击矩形框 接下来绘制矩形 然后呢 要确保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描边 这个叫填充 要确保呢 是反过来的 切换一下 看到没有 你的可能是任何情况 你的如果是其他颜色 可以点击它 这个叫填充 将它点一下这个东西 意思就是说 我们画的矩形框 中间不要填颜色 描边呢 确保它是黑色 如果不是黑色的话 点击它 在这里有个色版 选择画笔是黑色 然后呢 这个粗细呢 就看你其他地方使用的粗细 如果不知道的话呢 使用编组选择工具 点击一下 看一下 这是0.2毫米的粗细 OK 在你点击了一个相同类型的线条之后 下面可以接着去 直接去绘制 比如说在这边呢 我要画一下这两个 有选择性意义 这样来画 我们使用抓手工具 将它左移 使用矩形框工具 要注意 确保是这样的样子 这样画出来的才是线条 否则是矩形框的 这样子去画 画这两个 画一个矩形框 画好之后呢 多余的部分 我将它剪断就可以 在这个地方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 选 选择这里的矩形 剪刀工具 在这里点击 在这里点击 意思就是将这个线条的这两点点断 然后选择选择工具呢 看到没有 下面就选中了 或者是如果你取消选择之后 使用的是这样的 它会选择这个 没有关系 我们使用选择工具呢 将下面的点击 然后Delete键 将下面的删除 这样的话 这个线就画好了 然后上面的信号呢 和文字一样的 点击文字工具 任何地方单击 然后输入信号 信号的字体和别的地方要统一 这里我使用 ErrorRegular 使用10号 然后选择移动工具呢 将它移动到 合适的位置 可以呢 使用放大力工具呢 放大了局部 使用移动工具呢 来将它做局部的调整 然后双击这个Gato工具呢 可以查看全局 这样呢 就把这张替换好了 然后呢 我要将它文件保存 保存好之后呢 最后需要导出 里投稿的格式 点击导出 导出成TIF的格式 要注意这里要使用画板 使用画板 这里非常关键 TIF的格式 点击保存 那么保存 多少的分辨率呢 根据杂志要求不同 而不同 像这种呢 既有照片又有图表 可以 一般是使用500或者600 就可以了 500或600 我这里就导出600 这里 点击 LJW 压缩 这里 默认 这样就可以 这里呢 确保将这个勾 勾除 不要 然后 颜色模型呢 根据你 投稿的杂志要求 你先选择RGB 如果不行的话 我后面再讲怎么讨论 紧急确定 然后呢 这一张图就已经导出好了 看到没有 就可以使用它呢 来去论文投稿 关于如何修改这个替换 我们就讲完了